我們昨天新確診了 新確診了 33377位本土的病例 那這當然是比之前一天來的少 這是因為星期的效應 然後但是我們比上個禮拜一的時候來增加了 17% 所以說我們現在還是在高遠期起伏 起伏的這個階段 境外移入的病例有54位 那剛之前一天的少了 一些 那基本上也差不多 那死亡的病例有38位 在這段時間 我們大家都維持在 這裡面 這個相當的 相當的一個數目 大家好 今天新增的死亡個案數是38例 那年齡 是從50多歲到90多歲 我們今天沒有這個兒少的 或較年輕的死亡 或者是重症的個案 那每一週的週一 會跟大家報告一週定序的一個情形 我們上一週是有完成確認病毒株的 總共有本土93例 那其中有74例是BA.5 那我們沒有新增 本土的BA.4或BA.2.75 這些其他值得關注的變異株 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BA.5 在我們本土定序的 這個佔比呢 這一週的數目是來到97.6% 跟上一週的80% 實際上是相同 所以目前來講 他是穩定在我們全部的這個 確診病例當中 應該都是居於絕對 絕對多數的一個情形 雖然說仍然有 大概將近2成 也許是BA.2 不過這個大概會慢慢被BA.5取代的這個趨勢 是已經確定 那這個BA.5目前的分佈來講 不管是北中南東 雖然說個案數不盡相同 不過大概只反映我們抽樣的母數不同 大概分佈的 這個比例 定序的佔比 都是在這個6成到8成5 之間 都是處於多數的情形 那這個禮拜我們定序的這個 中重症的BA.5的部分 是大概佔 百分之七 七十五 就大概也有七成多 的這個中重症 估計來講 也是因為BA.5 所導致的 那在這次新增的74例當中 是沒有 新增這個兒童或青少年中重症的個案 並BA.5的部分